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动作 整个医院就发生了爆炸 年轻的大爷为了庆祝自己第一百次出院 轻轻地用力敲了一下铃铛 铃声瞬间吸引了电梯里的男孩 好奇的男孩有些好奇 结果一不小心撞翻了一桶清洗 宝洁阿姨赶紧拿出拖把把这种毅然液体清理掉 就在这时 护士小姐姐来到仓库存放氧气罐 结果刚走进去就被残留的清洗剂滑倒在地 身上的钥匙也掉在了地上 宝洁阿姨赶紧帮忙将氧气罐放到货架上 完全没有注意到氧气罐已经损坏 就在小姐姐准备锁门的时候 发现门被卡住了 结果使出吃奶的力气一个月 摩擦神经 赶快点赞加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等男孩从废墟中爬起来的时候 发现旁边的护士已经领了盒饭 父母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赶紧抱起刚出生的妹妹到处护救 他来到房间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 接线员询问他是否知道自己的房间号 男孩旁观一扫然后告诉接线员自己在318房间 接线员让他待在原地做好防护 马上就通知救援队过去 然而等救援队赶到的时候 整个三楼已经被大火蔓延 等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开318房门的时候 一股热浪迎面扑来 整个房间已经被烧成了渣渣灰 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接线员非常难过 两个幼小的生命说没就没了 就连救援队都难以接受 然而就在这时 接线员再次接到了男孩的电话 懵逼的救援队也是一脸懵逼 318房间被大火烧成了渣渣灰 他们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直到队员看到后视镜里的数字 很快他们就赶到了811房间 成功地将两个孩子救了出来 结果转眼又发生了意外 一群爱鸭人士冲进屠宰场 他们要直播救出这些鸭子 随后在红包里拿出优秘品 二话不说就把自己小小的大脑袋锁在了钩子上 屠宰场的老板立马冲出来阻止他们 怒斥他们是非法闯入 爱鸭人士根本就不知道帕子怎么写 甚至把9块9一桶的陈醋倒在了开关上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这个猪队友直接启动了机器 挂在钩子上的爱鸭人士立马跟着运作起来 很快男孩就被卡在了架子中间 老板见状赶紧不慌不忙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救援队赶到现场后立马让老板切断电源 老板告诉他们 如果切断电源 那3000多只鸭子就会坏掉 除非爱鸭人士答应给他赔偿 猪队友焦急地询问锁的钥匙放哪去了 男孩说钥匙已经被自己吞进了肚子里 此时有一万只羊驼在队友的思绪里奔投 人家都是把钥匙藏起来 你却直接吞了他 救援队只好拿出小小的大钳子 剪断了U行锁 这时男孩突然感觉到呼吸困难 救援队立马意识到肯定是被钥匙卡住了 于是立马使用海姆利克法对他进行了急救 可效果并不明显 他们立马拿出呼吸器给男孩通气 然后使用义务家把钥匙从他嘴里拿了出来 男孩这才成功捡回一条小命 这时老板走到开关前面 直接关掉了机器 原来他只是想给这些所谓的爱鸭人士一些教训 但是他的做法差点就害死了 接下来的案件就比较棘手 学校操场上出现了一个可疑的红色书包 因为最近的包裹炸弹袭击事件频繁发生 于是老师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学校更是拉响了警方 直接让同学们放学回家休息 救援队到达现场后立马让还没回家的孩子躲在消防车后面 由于这段时间已经发生了几百起类似事件 救援队也不敢轻举妄动 不到三个小时 拆弹专家就赶到了现场 他慢慢地迅速靠近了书包 接着拿出扫描仪就是一通笔画 果然在书包里面发现了一个金属部件 专家询问指挥官是否要把书包带回去研究研究 为了降低风险 指挥官命令立即实行可控引爆 随后拆弹专家拿了一个小小的引爆器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书包上面 让所有人都躲藏好之后 指挥官直接引爆 下一秒 一股神秘的白色液体喷了出来 然而上过学的拆弹专家根本就不认识这是什么物质 这是一个女孩走了出来 这个书包就是女孩的 因为她不爱吃金枪鱼 所以才把书包扔在了草地上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不过同学们还是会感谢女孩的 毕竟大家又多放了几天假 而且老师还没来得及布置作业 故事到此结束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地点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